她说那个小朋友肚子有胀气吗 对 她是胀吗 不行 对 因为她那个 所以她胀气的方面我们就是要观察 她出生的时间是3点 下午3点58 3点58 然后体重是2800 然后身长是48公分 头围32 胸围31 头蛮大 3点58分是吗 对 3点58分 刚刚下午3点58 谢谢 不会 她哭得很漂亮 要怀孕生殖 以目前人工生殖科技 只要病人愿意 基本上透过特施的医疗的调整 要成功应该不是难治 但是第一个 你要跟国电署申请 它必须要是得到国电署同意的公文 第二个你的健康要检查食药 包括肝安功能 肾功能 高血压 糖尿病 甲状腺 心肺功能 心电谱 主防摄影 某片警察 这些都没问题 而且要病例记载 那第三 我们要先一份 国电署 跟台湾生殖医协会 Let's write 45岁到15岁 必须要注意事项 其中有两句话 我们常常在讲说 病人非常的脸色难看 如果你50岁当爸爸妈妈 你的小孩子在45岁以前 孤儿机会是20% 如果你60岁以上当爸爸妈妈 你小孩子在15岁以前到 可能成为孤儿机率是20% 我们还是要讲 而且要录影 但是有时候病人会觉得 你是要救揣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讲 好的要讲 不好的也要讲 成功力要讲 失败力也要讲 合并症也要讲 所以讲得这么难听了 你还是要接受 那我们基于尊重病人的选择 如果都合法 也做了健康评估 做健康 那可以做 但是就我蔡醫師客人的立场 你大人生了孩子 来陪伴你 这个一得用 但是你要考虑到 小孩子是独一狠的 他生下来 如果说他在 读大学的成长过程 万一万一的好 没有爸爸妈妈在陪伴 那这样的话 对这个小孩子来讲 其实是不公平的 所以基于站在小孩子的角度 去考虑这件事情 我个人 比较持绑的态度 那国电署也是 跟我的态度相近 就是说 大人的需要要顾 但是小孩子的需要 也要顾 你要看到未来 不是看到一死现在 小孩子的故障 所以很开心 你要顾虑到小孩子大人 他的成长 他也不需要在学校 班亲会 人家有爸爸妈妈 他只有爸爸没有妈妈 没有只有妈妈 没有爸爸 那这样 他的小孩子的成长 心里会受到一些创伤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顾虑到 他是独立的个体 我们要顾虑到 他有他的人权 所以 我们要让高典法院 有我们的测试方案 可以 尽可能让他达到 一言之后的目的 但是 请注意到小孩子的夫妻 也是要注意到的 这是要面子在之的 这些事的判断吗 这样看就看得出来 那为什么他一条那么浅 啊有等一下就生了啦 刚才您就会这样子喔 那个有时候要等 有人要等五分钟 我看不见有刚才看不见 怎么看你啊 怎么没有面带喜业的 你说我 有啦 当然很高兴啦 开心啦 开心啦 我怎么不开心 我怎么不开心 开心啦 开心啦